宝映是扬州的北大门 我身边的大运河一路向北 不远就可以到达淮安 组成中国大运河上最繁忙的淮阳运河端 运河在宝映的历史有千年之久 它伴随着这座城市的兴起和发展 现在我们就从大运河出发 去寻找这里的故事 大运河宝映端位于淮阳运河中部 全长40.5公里 境内以运河北界分为东西两部分 地势西高东低 运河两侧和湖相连 宝映自古就是江淮旺贤 著名国学大师刘诗培曾写道 宝映之地彬于运河 世秀而民谱 秦于雾本 我们宝映城就是在运河湖畔 应该可以这样讲 就是我们宝映城是因为运河而生 因为运河而变 所以宝映的发展变化 每一步都离不开运河的边前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宝映县的运河 是古寒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寒歌也就是大运河的起源 第二个就是河道的变化最多 现在的刘宝兰 中文写了一本叫《宝映图经》 里面就写了《寒河十三遍》 反映了从春秋到明代 大概将近2000年的发展变化 它归纳为《寒河十三遍》 刘宝南是清代著名学者 他在《宝映图经》中阐述了 《寒河十三遍》而运河成的观点 春秋时期吴网夫差 在河口驻韩城 向扬州东北方延伸 汇入涉阳湖 再向北进墨口连通淮河 东汉时期因为部分河湖淤祖 导致江淮相隔 当时的广陵太守陈登 便舍弃寒沟东岛令驻西岛 很多人认为这是第一次 对运河台湾取之 这个改变主要的就是 说到这个距离 你想这个整个大运河 估计是2300多公里 后来通过拉直 以后是1800多公里 就等于是从东边的一个弯道 变成了一个西边的 西边是直道 这是东道便西道 您说的十三遍当中 比较重要的一次变化 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这段运河 它也叫李运河 因为这个拉直了以后 为李运河的完成 点点的基础 寒沟这个称呼 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 到了宋代才有运河的名称 在宝印最早的运河之名的是 宋金河 当时官方编撰的地理志中记载 宋金河南接清水湖 北入白马湖 统称运河 我们来到的宋金河 曾经在历史上 也是一条大河 也是我们云河西道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是可以走大船的 宽有二十丈的 古术这里是一个村庄 因为到了唐代以后 逐渐的反散 特别是唐朝初年 唐朝的大将玉石宫 在这里都造了两座桥 我们这边就是古墟叫嘉定桥 还有南边的一个叫广汇桥 唐朝是楚光西 在十里也写到 叫十里四周级两桥通往来 描写的就是我们宋金河两岸 其实这个水道运输的船者比较多 两座大桥沟通东西两岸的联系 嘉定桥和广汇桥 其实就是当时的运河大桥 唐宋时期 运河从宝应川城而过 往来繁华 直到明朝初年 由于黄淮水患瑞加重 寒沟迎来又一次巨变 绕宝应城西而过 不再川城 宋金河成为一条城市河流 时至今日 宋金河依然环绕在宝应古城中 虽然有些河段 仅剩下数部直宽 但依然连接着李洞街巷 穿过城区后 汇入宝舍河 最终汇入金航大运河 我们这条街是中大街 过去我们这个古城呢 总体上就是于这个中大街 中大街向南叫南大街 向北叫北大街 这个实际上是一条街 不同的这个方位 所以连在一起 这个是宝应老城的这个中心线 宝应城总体格局 就是围绕宋金河 向两边展开布局的 宝应城应该说有1400年 虽然经过了七年风雨 但是总体上呢 现在保存的 明清时代的格局和行政 大部分还没有变 宝应老城自唐代建成以来 一直伴随着运河水生生不息 一条主要的街道 几乎与宋金河平行延伸 南大街在唐代史就已经形成 最初街的西侧没有房屋 店铺也运河而设 如今所见的狭窄街道 都是明清两朝所见 我们在中大街的时候 这个整个这个街道的宽度 比现在要宽好几倍 南大街一直都是这样 这么比较窄的这种状态吗 对一直是这样的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当中 就这么宽 我们现在能看到 这个南大街上是一个商铺 紧挨着一个商铺 对 小的时候也是全是商铺 但是呢 当时呢就是更为繁华 因为他们除了买衣服的 你像百户商店 你像茶色 因为过去这个老城嘛 就这么一条商铺 所以呢 出于老城当中 出于核心为止 所以搬着消费啊 逛街啊 能来能往的 就从这里来 都在这边 能想到当时肯定是很热闹 对对对 赵晋出生在这里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 搬出了古城 他告诉我们 古城临街西岁的店铺 都是前门开店 中间是库房作坊 后门作为生活区 连通运河水码头 这样吃水用水 防火行船都很方便 您好老板娘 您好 你好 这跟我说 他小时候就吃 您的这个金刚旗 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呀 用面粉 老饺子 干水 是白糖 和色拉油 这个豆沙是红小豆 熬出来的 就是豆沙 我们家自作的豆沙 叫豆沙金刚旗 就叫原味金刚旗 金刚旗也叫金江旗 流行与苏湖两地 是江南地区 文明的传统小吃 我的爸爸 就是我的公公 我问了他 是什么存下来的 他就是镇江热人 存过来的 金刚旗 我听您刚才介绍说 这个能保存很长时间 是不是也因为这个 所以起名叫金刚旗 就是特别耐放 这个镇江热人 因为它固存 固存 就是人家 便宜在船上吃 好便宜 这个能开水吃 是就行了 就这样很方便的设计 陶庆平的光公 曾在宝应县糕点厂工作 70多年的手艺 现在传给了儿子和儿媳 小小店面 在这里已经开了几十年 有时候仅仅半天 就能买出800多个金刚旗 还热乎着呢 刚出锅的 这个里面是这种 比较瓷式的这种发面 对吧 它不是气孔很多的那种 不是不是不是抛打盆 这个是老面发酵的 特别好吃 有真热 这个不一定的秩序是做不出来的 因为秩序是感风的大了 就不好吃 变成饼饼 风的少了就 气感更酸 有秩序的 有秩序的 一点酸味都吃不出来啊 这个非常好吃 这个面里头自己带一些甜味 带高级白糖 非常香这个面烤的 陶清平这个店就是老城店铺常见的格局 前面经营 中间是做饼的小作坊 后面的空间用来生活 这样的格局让人感觉非常亲切 逛店铺就像走亲戚一样自然 保应古城 占地大约两平方公里 七十多条街巷 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格局 有人说保应老城是向子宽,向子长 大向小向不同样 向通向,向连向 向中含有向中向 行走在其中 我们发现无论多窄的街巷 都能顺利通行 而赵靖仿佛一下子回到了过去 在这里生活的时光 迷宫一样的路 他都能迅速分辨出来 那我有一个问题 现在古城里面有70多条巷子 您那个时候是怎么把这些名字记下来的 有没有诀窍 每一个巷子它有一个故事 你就理解了这个故事 你肯定就容易记忆了 巷子有几种的来历 一种就是一般的大户人家住的 乔家巷姓乔的 李府巷姓李的 第二种就是跟历史遗迹 名声也关 那个什么 我们刚过来的张鲜庙 张鲜庙 还有跟植物有关系 像槐树像 吹家菜园 这个就跟过去的植物环境有关系 所以理解了它的来历 它就有遗迹了 如今居住在这里的大多数老年人 他们都是从祖辈开始就在古城中生活 赵靖带我们来到一位老街房家里 他和男主人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我们能看到这个小院虽然不大 但是很安静 而且刚才过来的时候穿堂风也很凉快 对对对 进来吧 看看啊 好呀 谢谢您 陈兴华家里的院子并不大 但一点都不影响采光 几间屋子都很明亮 他告诉我们 住在老房子里冬暖夏凉非常舒服 他们夫妻俩还专门做里面照片墙 上面贴满了各个年代的照片 陈兴华说 过去的生活一日都离不开运河 他们日常生活用品都要靠运河输送 现如今交通便利虽然不再那么依赖运河 但自己的家距离运河不过几百米 每天都能听到往来货串的汽笛声 他们的日常生活用水也都取自运河 那我想问问这个阿姨 像您在家里比如说打理起来房子了 或者买菜了 在古城里面方便吗 要买点东西之类的 方便 方便 我们就是大体上面就是有一个菜场 一个大菜场 有欧院 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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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坡就到 来回就十几分 来回就十几分 几分几 五分钟 几分钟 几分钟就要干快了 比如说煮鱼烧漏 烧下去了 冲锋去 插个什么的 插个冲锋 伸进去了 方便 如果一关 来回就跑到 兄妹 来回就要回来 还来得及 考量太多 五六分钟 五六分钟 跑了五六分钟就到 很方便 很方便 这个也是之所以我们要住在老城区 老园房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方便 对 也配套着是 这个生活很方便 陈兴华夫妻两人 每天清晨都要到运河边去锻炼身体 陈兴华吹萨克斯风 而刘德娟就和其他几位伙伴一起练台机 锻炼完 大家一起到经营了几十年的小馆子吃一碗阳春面 回来后 老两口读书看报 史华弄草 生活非常显世 一方水土养一方面 运河就是我们家的母亲河 清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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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很多的方面 比如说 衣食住行 交通啊 运动轮船 对吧 其实很爽 你做过这个运河上的轮船吗 做过啊 去哪里 到镇江呢 到镇江啊 到镇江 以前呢 比如说到盖水四十里路 以前都都 多长时间就能到啊 多长时间呢 两个六小时 要两个小时 与陈兴华夫妻两人告别后 我们走出古城 两三分钟就来到了运河边 这段运河经历了大运河的各个历史时期 由东岛 改西岛 从湖岛 变河岛 它都是亲历者 这条酒精沧桑的运河 如今依然充满活力